他想买科子的ETF 短线操作应该是怎样做 如果科子ETF 你会建议他买正向还是买反向? 他买了科子ETF 我想他也是博尚的 我觉得买科子ETF是可以的 你常说3033那些 问题就是你要很中长线 你不想选择股 有时你会说 我不知选择700好、9988好还是美团好 可能你准备买了腾讯 但看到旁边美团升得那么多 你又不开心 或者我买了阿里巴巴 谁知道它跌得最金 你买ETF就最方便快捷 因为全部打散了 但问题就是你要对科技股有信念有信仰 因为3033都是整堆中概股加起来的 我自己觉得你说是超长线的 你拨3033回来就没事 那你可以等的 如果你说中线一点 我觉得你甚至玩到3033 大家都可以想想炒上落 因为其实你既然整堆股票都在炒上落的时候 那你不如又是趁回去买3033 然后就拨它叉拨股的时候 抽上去又沽一下 这样多些操作 我想今年甚至连ETF的主题概念 都有这个心态去做 因为始终你看到香港的股票市场 始终成交又不算多 而且你感觉上都没有了之前的动力 都是围住炒完又跌下来 跌下来又炒上去 那你要转一转的心态去操作 嗯 好啊 那还有我想提及 为什么有朋友会买科子ETF 除了想分散风险之外 入场费真的便宜很多 所以也有一个考虑 是的 入场费 你想想腾讯一手的钱 现在都三万多了 是的 虽然便宜了 哦 几百元也有加钱 所以大家就看看自己 给到一个想多少注码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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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